Hello 大家好 我是Mei 我是Kiiki Kiiki 我是Mei 崔岳菲 我們今集的主題就是快閃台南 來到下雨 不知道為何一隻很想去台灣的南部 我記得大概八九年前 我的暑假都在台南玩了肯定 過了一個超級熱的暑假 現在溫度都很熱 比香港還熱了幾度 現在11點是6月 其實它已經34度 我們剛才已經在高雄 大概打了35分鐘的智強號 就已經過到台南 其實它的距離是很近的 不過大家如果像我們這樣住在高雄 要來台南玩的話 記得要留意尾班車 這些車很密 不過尾班車比較早一點 是完全貼近日本的新幹線 有夠靜 還有很快很舒服 不過大家要留意 如果要乘自強號的話 就記得買對的車票 我們剛才其實買錯了 正常自強號的車票 由高雄去台南 其實是$106台幣 但因為我們買錯了區間票 要多付50% 所以大家要留意不要買錯了 因為我們有一位朋友 其實是台南人 他自己覺得台南美食比高雄多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會不會在台南住一晚 但我們就沒有這樣做 因為始終是一個快閃的行程 剛剛上了Uber去吃我們第一餐 第一餐當然要吃他們的牛肉湯 好 今天我們來展開我們今集 食爆台南的內容 喜歡記得記得CLS 按LIKE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開啟鐘再詳細看 今集多謝Castify贊助 先講了優惠 去InfoBox 專屬優惠連結 www.castify.com slash10kiki&may 買東西就可以有九折優惠 又到九月了 又是出新iPhone的時間了 我們現在就立即拆開機 今天是9月20日 我剛才去了排隊拿手機 等了整45分鐘 今年真的很多人了 今次我們換了16 Pro 3 模式 我今年最期待是0.5倍的Y鏡頭在升級 螢幕大了 以及最新的攝影器都很棒 針對我們拍片所需 除了換新手機 當然也要換新手機殼 Castify 同步推出了 全新升級的iPhone 16手機殼 這副就是我最常用的 升級版Impact 強項防水手機殼 通過2.5米跌落測試 體積比較細 方便在褲袋內 日常室內用就最適合 而且還有掛吊式位 我喜歡它的印刷就夠美 很仔細 而且還蠻耐用的 還有就是升級版的鏡面手機殼 我們拍片時不時都要看看自己 照下的鏡頭是否準備好 這款一轉轉就是鏡頭 看得清清楚楚 很方便 這兩款都有掛吊式位 還有Massive 充電 今次還有新推出升級版Castify Eltra Balance 極強防水手機殼 這款防護力最強 有6層堅固防護 加上Ecoshock 防護科技 很適合去戶外活動 怎麼跌都不怕 不過我個人最喜歡Castify的位置 都是它們的個人化設計 有過千款印花和個人化文字 還可以因應自己要求 再加上無線充電Massave 最後再提提大家 今次有獨家限時優惠 去Infobox 專屬優惠的連結 www.castify.com slash10kikima 買東西就可以有9折優惠 記得要把握機會 新舊款都一樣有 去片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第一間 來到台南一定要吃牛肉湯 我聽到台南的朋友說 牛肉湯其實哪一間 在台南是好吃的 因為他們那些是叫做溫體牛 是一些很新鮮的牛肉 我們剛才也看到師傅在延設那些牛肉 我們就叫了一份大的 為甚麼我們會選這一間 原因就是他在Google的評分很高 他們覺得是台南第一間牛肉湯 還有一間是比較新的店 大家都知道台南的天氣很熱 很多店舖和小店未必會有冷氣 這間餐廳有冷氣 環境是非常乾淨的 牛肉湯自己有分不同的湯底 每一間都不同 有些可能是藥膳味會比較重 有些可能會淡一點 牛肉味會比較重 我們這碗牛肉湯五分鐘就來到 顏色比較紅 好像有很多牛肉血水 而且要散發著很香的湯味 這個牛肉湯是大份的 是台幣220元一份 其實牛肉是半生熟的 類似是越南火的一種 它表面是比較紅的肉 如果裡面浸了湯之後 就可以浸熟 一拿起的時候 牛肉的紋是很清楚的 類似香港街市 即是打火鍋吃的首次牛 但是未去到日本的和牛 雪花紋就不是這一種 主要的味道就是肉的味道 味道清甜一點 沒有藥膳的味道 牛肉湯很好吃 是很滑 肉味好像有點殘留在你口裡 肉質是很嫩的 為了多謝老闆的招待 他突然間就送了這碟小菜給我們吃 同時落單位置有其他醬料 特別好吃就是加上辣椒豆豉醬 粒豆豉是忍的精華 配上牛肉食也很搭 也有很多人會加上薑絲 在湯裡 畢竟它的湯比較清甜 所以就有些變化色 這個牛肉因為它是首次的關係 每一件的部位都不同 有些位置會吃到牛筋的感覺 是比較韌一些 有些位置就比較嫩滑一些 所以我覺得一邊吃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吃到湯底的味道 配上牛肉是很一體化的 湯底就是由這些牛肉炸成清湯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相對清甜的牛肉湯 我自己也挺喜歡吃的 另外其實剛才老闆招待這個牛肉炒菜 這些菜是很甜的 挺好吃的 大家如果過來的話 不像我們一天吃很多餐的話 可以加上牛肉炒菜 不過大家留意這間是埋完直至的 所以大家趁早過來 下一站走了三分鐘 來到永樂市場 原本是打算吃這間豬舌國包 今天是星期三 它應該是要開門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開 所以就吃不到這間 附近其實極不知多人在找東西吃 人氣店最集中在這裡 我們現在去下一間 下一站就是去我們台灣朋友所說 他們推薦食冰的地方 這一間是比較吃傳統味重的冰 台南都很出名吃水鍋冰 我們一來到門口就看到大大個牌寫著 種玫瑰即是草莓碑已經結束了 他們現在就是主打西瓜冰 而下星期就是芒果冰 我們都會找一間是專門吃芒果甜品的 因為台灣的芒果真的很好吃 特別喜歡吃愛聞芒 我們的冰已經來到 但冰液超級快 這個天氣真的很熱 加上這些不鏽鋼的桌子 其實更加之興 所以令到它很快溶 上面有個布甸 應該就是統一布甸 旁邊有很多冰 冰裡面會加了些連奶等等 就不是本身是牛奶冰 它一溶了之後就好像連奶加了水 本身看它的士多啤梨冰的時候 它賣相很漂亮 即是鋪在冰上面 一開始不是很見到多少塊西瓜 大概有12、13塊左右 西瓜它是放在底 所以它的賣相不算很漂亮或者很澎湃 整體吃下去就覺得普通一點 這個西瓜其實香港也吃到 差不多味道 這份就是95元台幣 我覺得是正常價 台南來說 這間店都是街邊店 外面的空間都吃 很熱 我看到它的膠椅 立刻勾起我之前在台南的回憶 我坐到濕了 吃腳的汗是黏著椅子 吃完冰之後 其實走五分鐘左右 就到這裡 很出名的一間全美戲院 這間其實你看它的風格 都知道是一間很久歷史的戲院 它不單是保留著外面的外形 在這裡歷史 而裡面的電影海報 也是受刮風的感覺 遲到今天這個戲院 依然在運作中 還有看電影 我身後這裡就是買票的地方 這個地點都是一個打卡位置 大家會特地來這裡拍一些油畫海報 我身後這個位置有很多顏料 在製作中的海報 我們很快就來到下一間了 這間是我們的台南朋友Pauline 推嫁給我們的 說台南有個味道 這個名字是挺搞笑的 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我說這個名字這麼不老 但你看一看它的賣相 你會立刻明白 為什麼它會改這個名字 因為非常貼切 其實它是一個多士 割開了外面的皮 然後再加一些特色的醬 它的名字就叫做棺材版 Pauline 她說台南只吃這間好 其他那些是不好吃的 來到賣相真的沒得定 其實裡面的醬 是有少許我們香港的 松米肉粒那種質地 忌廉醬 然後有一些好像雞一樣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 香港平時我們茶記吃的白汁 有了我的不喜歡吃的東西 不過它很脆 本身是一塊 是烘好了的多士 裡面是我們平時吃白汁雞黃飯的味道 好像有衝突感 不知為什麼 這個是甜甜鹹鹹的 而甜味我覺得是比較脆 是一個很重口味的多士 如果在香港吃習慣西多士的各位 來到這裡吃的這個 一定是超級不習慣 是吃到有少許懷疑人心 裡面的白汁是配三色豆 雞肉和魷魚 它整個味道吃完後 是很重的門椒味 還有是吃完之後超級頸殼 好像吃了很多味精那種頸殼 還有是挺重油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是可以感受到西方的東西 來到這些亞洲國家 是演變成不同菜式 好像香港那樣 是變成加牛油小的時候 可能去了馬來西亞 又變成了芥蘭多士 而這裡就變成 竟然是白汁雞黃多士 完全是感受到台灣人的口味 是很喜歡吃一些很黏的東西 所以過來體驗一下 試一下它的味道 你會覺得很有趣 但就不是喜歡的東西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 叫做矮仔成蝦人飯 這也是台南的特色食物 是有推薦給我們的 然後我們剛才在門口 大概兩點鐘 大概等了五分鐘左右 就進來了 它主要有兩個舖位 一個比較近一點 是廚房位 另一個就是進去巷仔 進去巷仔這間店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廁所味 很大陣的公廁的廁所味 然後我們就點了一碗大碗的蝦人飯 就是110元台幣 為什麼這裡會出的蝦人飯 他們有個特產叫火燒蝦 他們在台南才有蝦種 所以就專程過來試試 突然間2點20分 全場清光了 我們點了110台幣 我覺得算是挺貴的 這些這樣的飯來講 大約10隻左右 就不是很多 最特別的地方不是那個客人 而是它的飯 偏向湯飯 它的湯汁就是剛剛好蓋著飯 它的飯粒會吸收一些醬汁 很明顯你會看到是比較黏心 比較濕 它最難得是它的飯 它是保持到硬硬的口感 是有一點點意大利飯 它的心是比較硬一點 而它的湯不會讓它飯融融爛爛的 有些火石smokey的香味 還有汁是有些鮮味 我覺得台灣第一次吃這種類型的飯 多數好像滷綠飯 它是滷水汁 但這一隻就絕對不是 蝦好像炸過炒過的味道 它就比較小 它有很多蝦仁的鮮味 不過這些蝦仁就完全沒有殼 它已經滷了 所以像我們平時在街市買的海蝦仔 是很有鮮味 我覺得這個飯是比較想像中好吃的 不過我就覺得它的價錢是略嫌貴 這間店是1922年開的 所以到今天已經是百年老店了 因為現在的台灣總統賴清德 是很喜歡吃蝦仁飯 蝦仁吃的口是很粉的 但因為飯飯比較偏濕 也不是全部人喜歡吃這款口味 所以好看個人喜好 下一站走了十分鐘左右 來到正興街 這條街有點像那些復古文青街 而且也有很多年輕人在找東西吃 我身後這一間叫卷味家雪糕 我想到來過台南的應該都會聽過它的名字 這間雪糕出名到 它有供應被聲語航空 人們評價做是台灣第一雪糕店 特別出名 來到真的沒理由不吃了 它的特點是每一日的雪糕口味是不同 我們今天就是紅茶味和牛奶芝士味 我們兩款都吃光 每一款都是100元台幣 先用了一個芝士牛奶雪糕 其實它的芝士味和牛奶味的比例是 一成是芝士 九成都是牛奶味 不過這個味道Kiki是比較喜歡的 因為它比較喜歡奶味的東西 而我自己喜歡紅茶味 因為它的茶味也挺重的 是一杯好吃的雪糕 但未去到很難忘 又或者在意大利吃雪糕的感覺 只不過現在夏天 真的很需要吃這麼冷的東西 它的雪糕是滑的 不過也沒有日本的那麼滑 我吃了一間是傳統的冰 而我身後這間是主打新式冰 部份比較小一點 所以等位的時間是長一點的 我們等了大概20分鐘左右 所以吃完出來說 以免阻止人做生意 裡面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冰 都是水果冰為主 而且賣相的水果是很吸引的 大家可以看看這圖 有些啤梨也有芒果、蜜瓜 我們直接問店員哪一款芒果是最多的 所以就叫了這款 就是$190台幣 來到它的芒果量真的很澎湃、很美 是一粒一粒的 像一粒冰那麼大粒 除了外面有芒果果肉之外 裡面也有 而且主題是火龍果冰 我們人生未吃過這隻火龍果味的冰 也有牛奶冰 火龍果冰是新嘗試的 火龍果味都很出 用了一片水之後 整陣味就比較奇怪 不太吃得慣 反而用牛奶冰更加之好 這款芒果是沒什麼汁的 而且不算是很甜 也芒果味不突出 不過它的芒果量是很多 有20多粒 而且裡面是有冷氣、舒服 整體來說賣相很美 下一站我們來到台南銀座 就是林巴科 這裡真是很古老的建築 在1932年開業 暫時期的建築物感 和旁邊的很不同 很有風味 而且播放音樂很懷舊 整個感覺很棒 它散發著一種古種味 真是有一陣舊建築的味 進去看看 雖然它的名字叫百貨 但並不是平常行 即是Sogo或日本版吉 現在翻新了 已經變成了手信店 賣很多不同的土產 明白嗎 進來的感覺 就像香港的文物建築一樣 這個總共有六層 而裡面只有一台升降機 不然就只行樓梯 現在排隊 上最頂層搬景堂 升降機也很舊式 原來只去到五樓 坐著那個紫針式的電梯 上到這一層 就是餐廳 我們先去到六樓的平台 我們會從頂樓走下去 好像一個普通的天台 這個好可愛 好像長了一些蘋果包 經過了一間小型的手信店 就到了這個神社 亦是台灣店舖僅存的空中神社 這裡挺特別的 它有以前的日式百貨的感覺 這裡會有一個小型的手信店 全部都是賣臨百貨的手信 或者是台灣的古早味復古的手信 還有一些商品之前 成品都有引入過香港 接下來是三樓 哇 這一層是買三樓的 下到二樓就是賣少許家居雜物 有很多那些復古燈 蕃茄 很多那些手工鹼 好像市集賣那些東西 之後下來地面這一層 就是專門賣很多不同的食物類手信 亦都是退稅的地方 這間法貨公司 我覺得從下去到是很好行的 價錢對於香港來說 就不是很貴的 不止香港那些民物建築的店舖 全部都是貴價路線 裡面其實是小物 還有生活用品多一點的 跟香港市集的價錢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裡很好行 那我們現在就去了下一間店舖 這間店舖就是我們等會去的夜市 叫武姓夜市的附近 這間是專食蝦卷 是我們的台南人朋友 Pauline推介給我們 下午兩點半 開到晚上七點 賣光就沒有了 而且一個禮拜是休息兩天的 剛好遇見武姓夜市 有開之餘 這裡也有開 進來幾天吃他們的名物 就是蝦卷 一份兩條六十五元台幣 即叫即債 等的時間都很長 我想可能因為外賣有叫 大概等了二十分鐘才上台 幸好唐靖的環境很好 有冷氣有風扇 非常之舒服 它是給了一個醬 就是平時鵝仔煎的醬 再加上芥果上去 來到那兩條蝦卷是炸得很美 那一層炸衣是充滿油香 但是沒有油溢味 而且是薄身 黏著裡面的餡料 絕對不會皮肉分離 餡料有點像蝦 不過是實在地看到有條蝦 也會有椰菜絲 是愛脆內軟 而且是不夠厚 吃完兩天之後 我想再叫多幾條來吃 幸好旁邊還有一個夜市 生吃的話是略嫌了少許 加上醬食就更加好 我們本身看照片 以為是一般的天婦羅 但裡面的餡料很特別 整個味道配搭是未吃過的 變成椰菜絲 都挺清新的 好 我們現在就去到 武性觀光夜市 大家要留意一下 它只是開星期三、五、六 一來到 其實你就會看到一個 很大的停車場 旁邊有個小型摩天輪 旋轉木馬 另外一邊就是吃東西 還有一些小遊戲玩的 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來到武性夜市 最重要是去陳家阿摩拔斯地瓜糊頭這間店 也是這個夜市必食的一間店 長期都是人龍店 我們眼見前面有十多二十個人 不過排得很快 大概二十分鐘左右 各種拔斯雜感就在我手上來了 因為有很多人的緣故 所以全部都是即叫即整 裡面只有四款食物 我們就叫它大大大小的綜合 就是台幣一百元一盒 還有夜市就這樣走過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到三、四間都是賣這些地瓜球 唯獨這間是排長龍去買來吃 它的價錢來說很划算 先說了它每一款 有少少不同的分別 在口感上 它的店名雖然有拔斯 但其實我們眼見它就是沒有拔斯 可能是因為它的整法有點不同 最後的步驟就是翻兜的食物 不斷煮 另外每一塊上面的糖漿是很均勻的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步驟 而且健健分明 它反而在外面是有一層糖衣 完全是每一塊都很均勻地有 特別是它的糖衣是很不同 是很脆口 亦都不厚 而且它的整法好像我在其他夜市都沒有吃過 它的番薯是外脆耐粉 亦都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副 而它的芋頭是有芋頭的一種香味 但它是比較乾身 所以我覺得一般 明明吃到入口即溶的感覺 每一條都很棒 好像很脆 但它是甜的 就不是平時吃的那些鹹或辣的薯條 烏泥球呢 因為它外面是一層糖衣 所以一咬就好像立刻爆心了 我個人最喜歡的排名 第一名就是番薯 地瓜球 薯條 芋頭 吃吃吃吃真的很甜 我們現在要先去找點東西喝 如果像我們這樣來試試的話 要細分已經夠了 最後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來台南 所以我們在武姓夜市附近 找了一家牛肉湯來試試 叫了一個牛肉湯 叫了一個大辣的紅燒牛肉麵 這家餐廳有很多牛肉的料理 牛肚、馬辣、牛筋 其實它有一款很特別是牛舌湯 但我們這次沒有叫 還是想喝牛肉湯先 它牛肉湯的味道比起我們今早吃的那一間 有一點不同 真的明顯地不同 那個湯底比那間更清甜 有些像我們灣仔那間Braspoon的湯底 它是比較油一點 我們今早那間是完全沒有油 這間是明顯是有一層油的 而且它的味道是再鮮甜一點 但你會覺得它不鹹 這個湯底挺清甜的 以牛肉的質素來說 我覺得今早的牛肉是比較好吃 這個是更加像我們平時在香港打火鍋的牛肉 但是再薄切一點 像我們平時看到那些肥牛一樣 我覺得這個牛肉湯的質素是不錯的 但牛肉湯的份量 牛肉比我們早上少一點 我想八九塊 老闆提議我們可以加薑絲和米酒 在牛肉湯底裡 我們有嘗試加一點 但整個味道就會變成一個極男人的味道 很老 比較重酒味 但它沒有牛肉的鮮甜味 自己個人建議如果要加薑絲也可以 這個湯底是任加的 如果大家覺得不夠湯的話 可以跟老闆說 它就會再加給你免費 不過大家如果來到 就不要像我們這樣叫牛肉麵 牛肉麵是不好吃的 湯底是不同的湯底 大家要過來的話 直接喝牛肉湯就可以了 我本身已經有些心理準備 覺得它應該大辣也不算辣 它大辣真的不辣 但是它的牛肉、麵底和湯 我覺得是比平均以下的 經過10個小時後 我們又回到最初的起點 就是台南火車站 現在已經9點了 我們準備乘車回到高雄那邊 我自己比較喜歡吃的是牛肉湯 不過牛肉湯也是台南的名物 如果其他地道或傳統的小食 未必是很適合我們的口味 畢竟去到不同的城市 真的要嘗試當地最傳統的口味 而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吃水果冰 香港的水果冰 經常水果的份量都很小 很不夠厚 但是這裡我們叫的芒果冰 真的很澎湃 很多很多粒 還有大大粒 很滿足 雖然芒果的質量 未去到全盛時期那麼好吃 但是也很滿足 其實香港搭飛機去高雄 再搭半小時過去 是一個不錯的短旅程的地方 現在6月份遊客量不多 我們去當地很有名的店 都不需要等很久 不止台北 等超久 我就覺得是個分別 而台南跟我十幾年前來的感覺 這個也是一樣 我覺得是挺喜歡這個慢活的生活 不過南紅的口味真的偏甜一點 鹹的在那裡是鹹甜 辣的都是辣甜 還有以前的人覺得 料理加糖是比較矜貴的 好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台南都玩得很開心 真的不錯 喜歡這集的話 記得CLS 跟Like和Share some code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在馬中大廠才看 如果大家關於台南美食 有其他推介的話 歡迎在留言位置告訴我們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集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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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